自从丰脉以后 就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消息的小哥费玉清 不少粉丝都很想念他 但过往小哥如天籁般的嗓音 却没想到也曾因为喉咙状况入院 近日 苦情歌后蔡秋凤推出新专辑 莲珠安 接受专访时就聊到他的喉咙 曾经因为长剪要动手术 被医生告之后大哭 医生为了安抚他 便透露 费玉清也曾做过这个手术 要他放心 蔡秋凤透露 出道多年来 长期因为唱歌和说话 甚至在感冒的时候 也必须要硬着头皮上场 导致喉咙伸带长剪 蔡秋凤怕自己做完手术后 导致声音变戏 面对可能要进行手术 蔡秋凤烦恼的痛时 医生也告诉也有别的方法 那医生就说不要紧张 那我当下听到这样子就哭了 那医生就跟我讲说 蔡小姐你先不要哭 只是说你继续唱会长出来 就叫我每天吃白木耳 我吃了三年 什么都不要加 喝了三年多 现在都恢复了 而蔡秋凤后来没想到 就光靠吃清炖白木耳 整整吃了三年 就让喉咙的状态恢复 但也被旁人笑说 那真的不是很好吃 不过蔡秋凤也说 包括我现在还是在吃 就没有味道 因为就愁愁的 别人是不敢吃 那我喂了喉咙 说到费玉清 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 都会想到他那一首千里之外 据悉 1955年7月17日 费玉清出生在一个公务员家庭 由于父母离异 自小生活清贫 早年金姐姐被真灵介绍 进入当时台北市南京东路 住民业总会 迪斯脚业总会唱开场 因此21岁起就在酒吧唱歌谋生 1973年 参加中国电视公司举办的 心对心 歌唱比赛 以异曲 烟雨斜阳 获得第四名 入伍前一个月到台北迪斯脚西餐厅铸唱 考取入光义工队之后入伍兵役 1975年 费玉清退伍 再回到迪斯脚铸唱 1977年 在姐姐的推荐下 得到知名词曲作家兼导演刘家昌的赏识 与海山唱片签约 正式开始演艺生涯 费玉清永远都以一身西装饰人 有美轻柔的嗓音 让她叱咋歌谈多年 每年平均接五十多场公演 更让她被关上 演艺圈公务员的封号 辛劳工作又没什么物质欲望的她 据传名下财产超过二十亿 除了每年固定捐款千万外 传出她有意在身后将财产全数捐出 但就算如此 她仍遵照爸妈的遗愿 希望她认真工作 所以仍然卖力地接场演出 而多年来她也固定捐款给各类慈善机构 据说每年捐出的善款达上千万 受父母教育影响 费玉清在投资上多以房地产为主 据了解 中校东路一段到七段等高价位地段 都有费玉清的房产 外赚身价超过二十亿也不无可能 膝下无子的她 十分疼爱两位侄子 外界认为她身后会将遗产留给侄子 对此张飞则表示不愿回答如此敏感的问题 似乎不想让钱影响兄弟感情 费玉清曾在受访时 表示过有考虑要在身后将全数财产捐献公益 如果想法至今没有改变的话 那么两名侄子将不会分得财产 其实费玉清为善不欲人知 经常匿名捐助各个慈善团体 曾捐出约六百万元给七个流浪动物公益单位 预估约上万纸 毛孩子 受惠 更曾住住248学同进大学 私下十分热心公益 费玉清闯荡演艺圈47年 除了演唱过许多快智人口的歌曲 诙谐幽默的主持风格更是深受喜爱 2020年1月宣布风脉退出演艺圈 让诸多粉丝直呼不舍 不过至今仍然单身的她 感情世界一向神秘 仅传出过和日本女友密婚消息 以及和天后将会一段无疾而终的暧昧情 费玉清进入演艺圈后 维尔的绯闻中 最盛传的就是与日本女性安景千惠的恋情 据悉对她一见钟情的费玉清 在交往期间爱得相当高调 不但写女方出席金钟奖 还为爱多次往返日本 更公开表明对方就是她的未婚妻 不过当小良口论及婚嫁时 安景千惠却希望费玉清能入坠到日本 而费玉清是一位非常孝顺的孩子 考虑到父母和家人 最终忍痛拒绝 虽然安景千惠极力劝说父母 但依然没能改变他们的心意 就这样两人不得不解除了婚约 已对苦命冤殃从此劳艳纷飞 与费玉清分手后 安景千惠一直对费玉清念念不忘 但却无力改变什么 随即她在家人的介绍下结识了一位日本男子 随即与对方步入婚姻 婚后安景退出了娱乐圈 像大部分日本女人一样 选择回归家庭 但在她心里却一直会给费玉清留各地方 而唯一能够缓解思念之苦的方式 莫过于听费玉清的歌 因此她成了费玉清最忠实的歌迷 这一听就是几十年 即使怀孕时 她都会把费玉清的歌用作胎教 在她心里费玉清一定会为自己祈福和保佑自己 后来随着费玉清知名度的不断提升 也有机会到日本开演唱会 此时早已成婚多年的安景千惠 孩子们也渐渐长大 但知道费玉清要来开演唱会 她就带着孩子到现场表达对于费玉清的支持 多年来每到费玉清生日 安景都会在社交媒体发文祝福费玉清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早已超越男女之情 而费玉清在与安景解除婚约后 已经对爱情心灰意冷 年过六十人是单身状态 恐怕在小哥心里再也装不下别人 安景千惠作为一位演员 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反而是与费玉清的那段恋情 而让很多中国人都认识了她 虽然两人最终未能在一起 但两人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这种感情可能已经超越爱情 因为在二人心里 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对方越来越好 这样纯洁 神圣的男女之间的感情 也确实让人赞叹 外传江会 费玉清曾有过一段情 甚至传出两人曾经秘密生子 对此横述法师受访时怒斥所有传闻都是子虚乌有 不过费玉清除了自曝半夜开车到江会家 聊天到天亮 更透露曾交代晚辈未来扫墓时 江会的墓在旁边 也要记得一起打扫 当下让江会感动直呼 如果费玉清向她求婚会答应 虽然两人感情最终人没有下文 但也让人见证彼此多年来的好交情 而费玉清在2019年最后一场 风脉演唱会上时大方对江会告白 表明两人在一起压力很大 但以我们的交情 两家都蛮有意思的 甚至感性地说她把江会放在很心底重要的位置 不过费玉清随后也不改综艺搞笑性格 直言自己无法给江会幸福 因为自己前列线有一些阻塞 和江会只能说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此外张飞费玉清及江会三角恋 非文至今让外界物理看花 而亲姐姐横述法师2020年则是上节目爆料 费玉清与江会早期都为了爱美 不吃不喝把自己搞成瘦巴巴的 江会不是妈妈喜欢的行 横述法师虽然透露江会不是妈妈喜欢的行 但她极力撇清费玉清和江会一起到医院 宣布小孩领养仪式强调并非外界所传 而且江会与张飞之间是不可能的 强力否定三角恋非文 艺人费玉清退休丰卖后的生活如何 是不少粉丝一直很想窥探的小哥近况 不过从初到以来 私生活都相当保密的费玉清 在退休前也仅透露自己很想好好游玩台湾 还跟大家说如果有遇见他 请大喊费玉清 让他知道大家还记得他 而近日也有网友挖出过去小哥家的百平豪宅 上节目被直击的影片 也觉得小哥若是退休后住在这 也是挺清幽的 过去和哥哥张飞一起主持综艺节目 就曾经开放自己的豪宅 让制作单位前往拍摄 费玉清的私宅都以宿静的白色 米色油漆装潢 相当简单素雅 其中还有一间房间是专门打麻将的麻将房 而费玉清的卧房 也是几乎没有太多柜子等杂物 看上去相当简洁 另外费玉清还介绍了他的客厅 空间看起来相当大 目测光是客厅至少就有十平起跳 而费玉清还特别介绍了墙上的字画 并说也是他人身座又名 不管古今世事 勇为天地闲人 最后 祝福费玉清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尽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快乐生活 享受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